人生独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层次低的中年女人,特别喜欢说这几种话,拦都拦不住,真的很愚蠢。 在生活中,我们经常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,其中中年女人,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群体,因为,她们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, 但是,不得不承认的是,不是所有的中年女人,都会因自身的阅历,变得层次越来越高,有些中年女人,就特别喜欢说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话,显得层次非常低下,比如,有些层次低的中年女人,就特别喜欢说以下这三种话,拦都拦不住,真的很愚蠢,踩低别人,抬高自己的话, 在生活中,你肯定见过这种中年女人,她们在跟别人聊天时,总是喜欢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,比如,她们总是忍不住要挑别人的词,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对的,好像自己多高人一等似的, 再比如,不管你做什么,对方总能说出个一二三来,然后还借机说,你永远超不过她,说实话,这样的中年女人,真的显得很蠢,因为这样做,不仅没让她们得到别人的尊重, 反倒让人觉得,她们心眼小,没自信,就像我老家的邻居王大婶,每次跟她聊天,她都要把村里其他女人贬低一番,然后夸自己多能干,多贤惠,一开始,大家还忍着不说,可时间长了,谁受得了啊, 渐渐的,村里人都不爱跟她说话了,觉得她太自以为是,说实话,这种贬低别人,抬高自己的行为,就是一种自我安慰,这些中年女人,其实就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, 但有没能力去改变,就只好通过贬低别人,来让自己心里好受点,可真正的自信和尊严,不是靠贬低别人得来的,而是要靠自己去努力,去争取,所以,奉劝了一些喜欢贬低别人的人一句, 别老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,多看看人家的优点,毕竟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,没必要通过贬低别人,来抬高自己,这样做人,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喜爱,也才能让自己的人生路越走越宽,诋毁别人,挑拨离间的话,除了踩低别人,抬高自己的话,有些层次低的中年女人,还整天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,诋毁别人,挑拨离间,说得难听点, 这种层次低的中年女人,其实就像是村头的佳琪一样,整天咯咯咯地叫个不停,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,无中生有的事,比如说,张家的媳妇买了件新衣服,他们就会说,哎呦,看她衣服,肯定是的贪货,李家的儿子考了个好成绩,他们又会说,哼,肯定是作弊的,你说说看,这些人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啊,是不是见不得别人好, 不过,话说回来,这些中年女人之所以这么做,其实就是因为,他们心里充满了嫉妒和不满,他们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如意,就看不得别人过得好,于是就通过诋毁别人,挑拨离间来发泄自己的情绪,可是,这样做,并不能让他们真正快乐起来,反而会让他们更加痛苦和孤独, 看看那些善良正直,乐于助人的,高层次的中年女人,他们是从来不会说人坏话的,也不会挑拨离间,因为,他们懂得珍惜人,与人之间的情谊,愿意为朋友付出真心和关爱,这样的中年女人,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, 而那些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,层次很低的中年女人,只会让人越来越反感,最后连个朋友都没有,所以,做人还是要善良一点,正直一点的好,充满负能量,抱怨连天的话,生活中,还有一些中年女人,喜欢整天抱怨,一张嘴就是满满的负能量,其实,这类中年女人的层次,也是非常低下的, 因为,不管是家庭,工作,还是人际关系,都会成为他们抱怨的话题,他们就像是祥林嫂一样,逢人就说,自己多苦多难,搞得周围的人都跟着心情郁闷,说实话,这种抱怨,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,反而会让生活更加糟糕,而他们就是缺乏面对问题的勇气和决心,遇到困难就知道退缩,宁愿在负能量的漩涡里,自怨自艾,也不愿意采取行动去改变现实, 这就像是一只被困在蜘蛛网里的飞虫,只知道一味地挣扎,却永远也逃不出去,其实,真正的幸福和成功,靠的不是抱怨,而是勇敢地去面对困难,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案,你看那些积极乐观,勇于面对困难的人,他们从不抱怨命运的不公,而是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改变现状上,这样的人,才能赢得生活的青睐,收获更多的快乐和成功, 所以,与其抱怨着,抱怨啊,不如把抱怨的时间,用来提升自己,改变生活,这样的人生,才会更加充实和有意义,世界上的人,就像是树上的叶子,所处的高度不同,所看到的风景,也就大不一样, 从一个人的说话做事,待人接物,便能够看出他的秉性,他的层次,层次高的人,让人自然而然的心生欣赏和敬佩,而层次低的人,只会让人感觉厌恶,忍不住想要远离,层次高不高,一眼能看出来,层次低的女人,连说话都很糟糕,好炫耀,时刻想要表现自己,层次低的女人, 总想在别人面前找存在感,喜欢炫耀,喜欢享受别人羡慕的眼光,只要看到机会,他就会表现自己,从不考虑场合,也不在意别人的心情,在和别人相处交流的时候,他很少会耐心倾听,也经常打断别人的话语,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,他不关心别人在说些什么,而是不断把话题往自己身上引,向别人炫耀自己幸福的家庭,疼爱他的丈夫, 孝顺的儿女等等,要么就是展示自己买的最新款的背包,收到的礼物,或者是身边异性对他的殷勤追求,仓次低的女人,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过得好,也想通过炫耀的方式,把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,供人仰视,而越是喜欢炫耀,越是容易败坏好感,让自己显得墨水平,没有真正的底气,好抱怨,喜欢推卸责任, 人这一生中,超过80%的时间,都在处理人际关系上,因此,你所遇到的种种困难,十有八九,也是处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上,简言之,也就是你在面对问题时的处理方式,试想一下, 同学聚会上,许久不见的老同学问你,最近怎么样,你会怎么回答,如果你只说离句还好,那么他可能会觉得你很敷衍,对他爱搭不理的,如果你眉飞色舞说,老公给你买了多贵的包,老板又让你升职加薪了,当下的他会觉得你很喜欢炫耀,攀比,如果你开始埋怨生活的不易,每天上班被同时冷落,下班回到家, 还要被知识干活,忙得一团糟,那么对方可能会下意识觉得,你是一个很负能量的人,你是不是突然觉得,怎么回答都不对,在点播之前,其实很多人以为,说话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,两个人随便聊,就可以说很多话,可实际上,对于很多人来说,好好聊天实在太难,不懂得沟通,不仅会给人情伤低的印象,还总会因为一张嘴,搞砸整件事,自己遇上个事,身边连个 商量,帮助的人都没有,我们公司,有个老员工,总是仗着自己的资历,拆请其他人,有一次,领导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,他转头,就把任务交给了一个新同事,让新同事在规定时间内,完成后交给他,工作任务交上去之后,领导发现了很多错误,给客户造成了损失,对他提出了批评,还要扣他的奖金,他心里不痛快,又把责任推给了新员工,还为自己辩驳,说自己也是给新员工, 锻炼的机会,完全是为了他好,他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,不是一次两次了,领导很失望,最后决定予以劝退处理,层次低的女人,遇到事情,喜欢推卸责任,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和差距,也很难获得进步,他嘴上喜欢抱怨,总是怪这个怪那个,仿佛谁都不如他,却不知道,别人心里也早就否定了他,层次低的女人,对自己很宽容,出了事情第一想法,便是如何能够, 自保,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,他很容易失去他人的信任和认可,不管在生活中还是事业上,都无法让人真正欣赏,眼里容不下别人,小日子中,张美亚是朱镜草的小姨,她每次来上海,都会占便宜,搜刮一番,她把顾莫莉买来,准备送给婆婆的包,换成了高仿,自己拿着正品溜之大吉,让朱家的家庭矛盾不断升级,最后还怪顾莫莉太小心眼, 为了一个包脑离婚,后来,她又听出自己的儿子在追求沈溜溜,直接登门,在沈溜溜面前摆婆婆的架子,沈溜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,说自己和她的儿子没有可能,张美亚转头就开始说沈溜溜的坏话,将她贬得一无是处,张美亚说话毫无顾忌,做事没有底线,总是给其他人制造各种麻烦,最后还像没世人一样,她身边的亲戚朋友早就看穿了她的为人, 对她是能躲就躲,能远离就远离,层次低的女人,整天就活在家常理短中,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,经常恶意重伤,她眼里容不下别人,只要别人不能为她所用,她便会视为敌人,想方设法地针对,如此好说,一个人没有教养的标志之一,是去别人的生活里指手画脚,轻易去影响别人的好心情,打扰别人的小幸福, 层次低的女人,喜欢挑拨是非,好说别人坏话,她时刻以自我为中心,根本看不到别人的优点,也不愿真心对待身边的人,和层次低的人相处,就像是走在泥地上,让自己满身脏污,而结交高层次的人,会让自己不再困于眼前,而是用更开阔的胸襟,更坦荡的心境, 来面对生活,面对人生,要懂得则有,多和层次高的人来往,提升自己做人做事的水平,去遇见更好的自己,你觉得,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,外貌,身材,还是能力,其实都不是,自古就有富有诗书气,自华的说法,在美的脸蛋,都有老去的一天,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回说话,高情商,才是你真正获得别人欣赏和尊重的资本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